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儿子不见 今天早上和他一起去农场 我在一边干活 我儿子在附近玩耍 玩了不一会儿 我叫他就没回应了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儿子不像是贪婉的样子 也认得回家的路 这都半天了也找不着他 唉怎么办 别慌 这是包野我身上了 帅库出马一个顶两 单压 吹牛也不害臊 好吧咱们去现场看看 进风小队出发 进风小队什么管位 精密风吸探小队 编织高端大气场脑色 炫酷狂拽吊炸天了 有没有 真爱 哇好多牛啊 还有小兔机 你关注点是不是错了 叫你个暗臭裤子 嘘安静 啊你发现什么了吗 我儿不好意思饿了 大家散开来找找 散开有什么现色 哦这里的范围太大了 从哪里找呀 我有办法 来看小爷 我给你们分析一波 大家看 这个农场在小溪附近 泥土松软 很容易留下脚印 而且老乡也说了 临近中午才发生的 按键时间离现在 才过了两时辰 牛下脚印肯定清晰可见 牛的脚印也不少 确定不会踩梅了 就这么几头 怕什么 这 好吧确实多 暗发时间在两个时辰之内 嗯 可历史是我的天眼技能了 超过六个时辰可就用不了了 天地无极 万里追踪 那衣服好像是青龙会的人 一定是青龙会的人干的 青龙会 这个我熟 青龙会呢 是一个以盗窃为甚的暗黑组织 从建会到今 已经不下30年了 光我们镇场来说 就有十几个案件 和青龙会有关 而且巧了 我还知道咱们采银镇上 就有三个人效力与青龙会 都有谁啊 分别是慕容 傲天 和良辰 那咱们去哪里找他们啊 别急嘛 听我慢慢说 话说十年前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镇东里原家外的府邸 被盗窃了 盗窃的不是别人 正是无音手慕容 这无音手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此人偷盗技术高超 来无以去无踪 所以得此名号 啊 那傲天和良辰呢 嘿嘿 一个是草上飞耀天 另一个是探金克良辰 你都是从哪儿打听来的 小叶我不猜 在这采银镇的地界上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人送外号万事通 那你知道捷匪是谁吗 嘿嘿 我还真知道 他就是 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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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